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一直向美国喊话 基于求和 这倒不是因为北京害怕拜登 那他们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 从昨天到今天 短短的24个小时内之内 北京负责外交的和中美关系 前三个最高级别的官员 中央外事办 主任杨洁篪 外交部长王毅 驻美大使崔天凯 他们在24小时之内 轮流的向美国喊话 向拜登政府喊话 表示北京急于改善中美关系 所以也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那北京这么多高官密集的出面喊话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急呢 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先说一下美国方面的反应 美国方面说呢 北京的这些喊话都是老僧常谈啊 毫无新意 拜登政府采取是不予理睬的这么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 面对北京如此急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 美国方面表现出来完全不着急 按照拜登的说法叫做战略耐心 拜登总统在2月19号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的崩会上就发表讲话 他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民主与独裁统治博弈的历史拐点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为中国进行一个长期和激烈的战略竞争 做好准备 拜登说 世界正处于一个民主专制统治博弈的历史转折点 如果我们怀着信心与民主伙伴一起努力 我相信我们会迎接所有的挑战战胜每一个挑战者 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 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共同努力确保和平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将是我们展开的后果最为重要的努力之一 拜登这个讲话的要点就是要说 美国还有欧洲这些盟国要和北京进行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 也就是现在表现出来美国他要战略耐心 我们要打持久战 他不着急 美国越不急 北京习近平他就越着急 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 他也想表现出来说我们也不着急 但是实际上却是让人们感到他很着急 习近平说 当今世界真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习近平越是说他有什么定力和底气 其实他越是没有定力和底气 因为习近平强调所谓时和势在我们一边 好像说北京也不怕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 时间越长对我们就越有优势 但事实是相反的 就是时间越长对美国反而是越有利的 对北京反而是越不利 那为什么怎么说呢 如果北京他在晚十年等他羽毛丰满之后 他再暴露和美国要争霸的这个野心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基本上北京的这个目的还有可能达成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北京的羽毛还没有丰满的时候呢 习近平就急于暴露他要和美国争霸的野心 就是说他提前暴露了 那如果现在北京就暴露这个野心的话 那么在现在这个中美的实力对比上呢 美国对北京还是有办法来就遏制他的发展 我们看在抗战时期 当时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发起了一个百团大战 但是呢 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在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就批评彭德怀说 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 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 蒋介石很慌 他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 在他看来 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 所以这句话如果放在现在说的中美关系 也是非常实实 也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们看当年毛泽东对那个时机他掌握的还是很好 因为在1940年时候呢 当时候中共的实力也虽然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 但是整体上和国民党相比还是相差很远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中共比较弱小的时候 毛泽东啊就要隐藏实力 要韬光养晦 你不能过早的暴露要和蒋介石去争夺天下的野心 到了1945年10月 毛泽东是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当着蒋介石的面 他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就是毛泽东他知道现在不能过早暴露实力 毛泽东一直等到1947年才和蒋介石摊牌 因为到那个时候呢 所谓时和事啊是真的站在了中共一边 蒋介石已经拿中共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北京和美国的实力对比啊 就像当年中共和国民党那个实力对比是比较相似的 如果是现在北京和美国摊牌 就像如果是在1940年 中共和蒋介石就摊牌的话 那么他们会死得很惨 所以呢 现在北京也不想和美国摊牌 他还想和美国继续 我们再继续和平共处 还想继续来积蓄力量 但问题是习近平已经过早的暴露了他的野心了 就是美国已经意识到 中共说的这个和平共处就是一个陷阱 所以美国现在是下决心要对北京进行打压 要阻止北京继续发展的势头 前几天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呼吁说 国际社会必须要反击北京滥用经济活动的胁迫行 也就是说呢 拜登政府就是要在经济政策上也要继续 就是延续 川普政府对北京的这个经济打压 要把北京在经济发展的势头也要给压下去 所以这样一来 长时间的这个持久战对北京啊 必然是不利的 时间越长对它越不利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取决于高科技的发展水平 现在一个国家每年能生产多少钢铁 这个硬实力都不再重要 高科技软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看一个这个硬实力不重要的例子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 那时候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色电视机生产国 不过那时候呢 还没有液晶彩电啊 那个时候中国生产的都是那个玻璃管 那个显像管的彩电 从上个世纪 就是80年代开始呢 北京就积极地引进外资 就引进了很多的彩电生产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已经一跃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彩色电视机生产国 而且呢 那个时候 中国生产的这个玻璃的显像管彩电的水平 也是基本上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那个年代呢 四川长虹啊 曾经是中国的彩电之王 它占中国全 就是全国彩电销售量的比例是达到30%以上 当时中国市场上三台彩电 就有一台是长虹彩电 有一些年龄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四川长虹曾经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头 四川长虹的前身呢 是1958年创建的一个军工企业 叫做国营四川无线电厂 后来因为这个军转名的需要 就把这个国营四川无线电厂呢 就改名叫做国营长虹机器厂 在1972年长虹机器厂的率先 在军工系统就研制出来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那个时候在中国政府的扶持下 来自中国的生产的20寸以下的小屏幕彩电 要征收15%的反倾销税 那么中国这个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之后 它又开始转向主攻出口大屏幕彩电 到了1998年 欧盟又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彩电 都要征收45%的反倾销税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的彩电基本上就被赶出欧洲市场了 那么在失去欧洲市场之后呢 中国这个彩电企业又转向了美国 又向美国开始大量倾销彩电 到了2004年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到美国这个玻璃管的这个现象 这个玻璃显像管的彩电啊 要征收高达78%的反倾销税 当年呢 中美这个彩电大战是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不久呢 中美这个彩电大战就烟齐熄骨 这倒不是说北京放弃了对美国的出口 而是因为技术的进步 液晶电是很快取代了传统的玻璃管 这个所谓显像管的彩电 所以呢 北京辛辛苦苦苦搞了很多年 好不容易他通过购买啊 他技术掌握的这些玻璃显像管的这个生产技术 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他这个生产玻璃显像管的技术没用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彩电技术发展上就可以看出 一旦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之后 旧的技术很快就可能变成一文不值 啥用都没有 在2007年当时苹果公司就首次开发出新型的智能手机 之后呢 这个智能手机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手机 在这一次呢 中国是吸取了当年就是液晶彩电的教训 他们就紧跟这个智能手机的新技术 马上开始引进最新的智能手机技术 我们上面说到的中国在液晶电视这个方面的落后啊 它是因为北京当局对液晶电视当初啊 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在液晶电视刚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价格非常的昂贵 那传统的这个玻璃的显像管电视啊 因为价格便宜嘛 还是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而且那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玻璃显像管的这个彩电生产国 所以呢 当时候北京认为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玻璃显像管的 还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这个优势呢 至少还可以维持20年 可是没想到液晶彩电生产技术是高速发展 生产成本的急剧下降 不到10年 液晶彩电就把这个玻璃显像管的彩电 全部赶出了市场 可以说就是让北京认为 他们这个玻璃显像管彩电 还可以维持20年 预判落空了 这是造成北京在液晶电视方面 落后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这一次呢 北京就是积极 他们花重金要引进最新的智能手机的生产技术 可以发挥北京叫做集中精力 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点 所以他们很快就打造出像华为啊小米这些智能手机的比较先进的生产厂商 一举呢 在这个智能手机生产方面达到了一个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水平了 那但要注意的是啊 中国在智能手机生产方面取得成功啊 也是因为美国没有对北京进行防范 因为中国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关键技术 他们这些技术要不然就是买的 要不然就是偷的 都是所谓弯道超车这个非常规的办法搞到的技术 如果是在十年前 美国就对北京实行这个技术高科技的围堵防范的话 那么华为这样具有先进的这个手机通信技术的厂商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那么现在美国对华为进行打压 一下子就把华为打成原型了 华为在智能手机方面已经没有办法再发展了 只好改行就搞养猪了 由此可见 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围堵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说中国今后不太可能再出现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了 那有人说中国也可以独立自主 我们开发自己的高科技 但是开发高科技这个东西必须有自由 这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现在中国人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 你不可能去自己独立开发自己的技术 所以他只能去模仿 盗窃或者是购买西方国家的高科技 而西方国家高科技主要就集中在美国 过去美国对中国基本上不设防 所以中国还可以通过盗窃购买得到一些高科技 它是可以源源不断从美国来到中国 那么现在美国对中国要严加防范 出于这么一个情况 北京去购买外国的高科技 这个买技术的路子已经被堵死了 那么盗窃的话也因为美国的防范越来越严 你也越来越困难 那么这么一来 在美国这个高科技封锁之下 中国和美国高科技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中国就会越来越落后 所以时间越长对中国就越不利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等于说过早的暴露了 说北京想要取代美国的野心 不仅是北京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既定 它也使习近平本人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比如现在华为公司就是因为被美国打压制裁之后 背后去改行搞养猪了 那以后还有更多的北京的高科技公司 在被美国打压之后 它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 那么在过去 习近平还可以把这些责任的推到 美国的川普政府身上 说他们搞这个反华政策 对华为什么打压 他还可以安抚人们说 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 完全就是在美国川普政府 习近平一点责任都没有 只要美国的川普政府下台 那中美就可以重归于好 习近平也可以重新建立他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现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 北京仍然没有办法和美国重归于好 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所以现在习近平也不能说 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责任 你又完全说成是拜登的责任 那既然不能说是拜登的责任 习近平就不得不对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要承担责任 那么这样一来 习近平他又感到特别着急 所以就急于向美国喊话 就希望能够改善中美关系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他是想要搞终身制 如果是习近平到明年他就退休就交班 把中美关系这个烂摊子甩给他的接班人 那习近平倒也不会这么急 问题是习近平他要当终身皇帝 那中美关系恶化变成一个持久战 长时间持续 时间越长对北京就越不利 那对于习近平他要当的这个终身皇帝来说 他现在要解决的不是说一两年之内和美国短期的对抗 至少你要解决十年二十年长期的对抗 现在看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美国不管换什么人当总统 他对北京的打压都不会松手的 那么这样一来 习近平他要搞的是个独裁统治 在和美国激烈对抗的情况下 他还可以继续再维持十年二十年吗 显然习近平没这个自信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所以习近平就特别急于赶紧 要和美国改善关系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